就像我跟佩生大使第一次见面一样 感觉看到双胞胎一样 非常的轻 哇 这都是绝顶聪明的 发型啊 亲自接待日台交流协会大使 立法院长韩国瑜 不敢以往幽默性格 用发型调侃自己 逗得全场哈哈大笑 立法院台日交流联姻会正式成立 蓝绿白三党委员都报名 但人数却没有以往的多 韩国瑜有点意见 三个党长干部啊 回去要加强一下 联络一下 尽量把它冲破一百位好吧 看好莱坞电影啊 要看卡斯 这个卡斯啊是非常坚强 立法院对于日本之间的交流 是非常重视的 上任后积极拼国会外交 传出韩国瑜也安排 修会期间要出访欧洲 有台国家 院长是不是预计 修会的时候会出访欧洲 这种也还涉及到520之后 一些包括新内阁来 立法院报告的事情 总之群的事情 所以这些时间安排 因为都还没有确定 江启臣则是受韩国瑜请托 带队前往瑞士参加WHA市导团 希望能在开会期间为台湾发声 预计5月24号出发 我们当然还是希望有机会 可以争取到观察员 和意义的参与 希望能够让国际 听到台湾人民 想要参与的声音 令院长远党团拼外交 让台湾被世界看见 欢迎新人宋军 但全在台北采访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 欢迎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